同学们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一起来敬拜了 你知道吗 敬拜是何等幸福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颂赞话为记献给神 所以在敬拜里面我们不是唱唱歌 乃是去享受那个歌词的字意 你去看那个字的意思 然后你用那个你唱出来的意思 你心里面的感觉来敬拜神 有些时候你唱到神是那唯一是独一是公义 你就在心里面赞扬这个公义 你会发现那个敬拜大有能力 那个敬拜更深的摸着 当你定进耶稣 圣灵就来服侍你 你要看见那一切的荣耀发生在生命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主耶稣 我今后在你歌前 我生死你的威严 和你奇妙的作为 你的爱 围绕我憧憬到永远 你是干地变为永远 将忧愁变为喜乐 我高声送你 我高声送你 举起双手感谢你 我的过犯得已赦免 找你丰富的恩典 你是帮助的羔羊 我将你的荣耀宣揚 你就输我脱离黑暗 使我梦复给我盼望 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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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今后在你跟前 我生死你的威严 和你奇妙的作为 你的爱 围绕我从今到永远 你是干地变为永远 将忧愁变为喜乐 我高声送你 举起双手感谢你 我的过犯得已赦免 找你丰富的恩典 你是帮助的羔羊 我将你的荣耀宣揚 你就输我脱离黑暗 使我梦复给我盼望 我好高声送你 举起双手感谢你 我的过犯得已赦免 找你丰富的恩典 你是帮助的羔羊 我将你的荣耀宣揚 你就输我脱离黑暗 使我梦复给我盼望 我的过犯得已赦免 找你丰富的恩典 我的过犯得已赦免 找你丰富的恩典 你是帮助的羔羊 将你的荣耀宣揚 你就输我脱离黑暗 使我梦复给我盼望 你 你输我脱离黑暗 使我梦复给我盼望 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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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我的主 我要在种民面前 以感谢为己献给你 我决定靠你我主 常常依送真为己 因你是真理 道路生命出去罪孽的羔羊 你是我的力量 我的保障 我投靠信任你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永远宣告你是我的主 你自望着的光处 此花观代替尘土 祝耶稣 我因你而快乐 我因你而快乐 耶稣你叫东大海 是海洋的波涛 要汹涌 我曾送你本味道 当首赞美和尊重 软弱的尘量 在上的逐天 车头下地的根基 还是不能了度 祝祝你对我 祝你对我的慈爱和怜悯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永远宣告你是我的主 你自万全的宣伤 你自万全的宣伤 此花观代替尘土 祝耶稣 我因你而快乐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永远宣告你是我的主 你自万全的宣伤 此花观代替尘土 祝耶稣 我因你而快乐 我因你而快乐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永远宣告你是我的主 你自万全的宣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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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花观代替尘土 祝耶稣 我因你而快乐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我要献上胜利的欢呼 永远宣告你是我的主 我得主 你此万致的宽恕 此花冠代替尘土 主耶稣 我赢你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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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是我的牧者 我不知缺乏 你是我疼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下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沉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随我走过四隐有谷 也不怕遭害 耶稣拯救主 你与我同在 你的战和感都安慰我 你拥有恩告我的痛 我必住在你眼中 直到永远 主耶稣 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 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极 耶稣 你是我的牧者 我不知缺乏 我不知缺乏 你是我疼我在青草地上 你我在可安下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稣 主耶稣 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 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极 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极 主耶稣 我将一切的忧虑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极 我将一切的忧虑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极 主谢谢你 我们真知道 你已经为我们舍了你自己 你还有什么能 还有什么好处 是会私藏不留给我们的呢 主要谢谢你 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 卸下我们的一切忠担跟忧虑 主要并且我们说 我们愿意让你来做我们的牧人 引导我们的一生 使我们走在那个艺人的道路当中 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谢谢耶稣成为我们的牧人 引导我们的一生 使我们走在蒙福喜乐的生命当中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兄姐妹请坐 好让我们一起来准备来领圣餐 领圣餐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一定要是无效饼跟葡桃汁 如果是当然是最好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什么心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 辨明这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耶稣的血 为你为我而流的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一切的事情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他 你愿意让他来引导你的一生 你愿意让他来爱你 你愿意让他为你上十字架 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跟刑罚 所以你所以我不用再经历那一切 他已经代替你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活在那个定罪 或是活在那个软弱当中 你在耶稣里你有真自由 阿们 好让我们一起来拨开 这是耶稣的身体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是鼓励你把你的饼能够拨开 因为耶稣的身体已经为你打碎 他的身体被鞭伤打到体无完肤 他已经为你完成这一切 让我们在吃的时候 我们就是纪念耶稣 纪念他已经完成的工作 纪念他已经为你受鞭伤 他所流的血是从头流到脚 所以不论是偏头痛 或者是你脚 哪怕你只是脚趾的撞伤 耶稣都知道 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体会过你一切的软弱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他知道你一切的软弱 他知道你的痛 他知道你的感觉 他知道你的感受 你不是孤单的 他知道 他真的都知道 让我们也来知道 耶稣他已经完成的工作 这是他的身体为你为我而舍的 我们一起来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杯来 我们纪念 这是耶稣所为我们流的血 他与我们煞喜回盟 这是血约 没有任何的约可以高过血约 他已经付上那个最大的代价 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要将你赎回 你不再是属乎自己的 你是属乎神的 你是神家里的人 每逢我们喝着杯的时候 就是表明主的死 纪念耶稣已经完成的这个约定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不会因为你没有照约定走 这个约就失效了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一起纪念这个约 我们一起领受 亲爱耶稣谢谢你 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今天我们与众人一起吃着饼喝着杯 表明主的死 主我们知道你也已经复活了 所以主啊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彰显你那个复活的大能 不论我们是身体的 心理的 或是关系的 主啊我们宣告神那个复活的大能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主啊使我们所有一切都再一次的被恢复 主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我们软弱 可是神你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你因着你与我们立的这个约 你必定帮助我们 即便我们软弱 可是你不曾忘记我们 谢谢耶稣我们纪念你完成的 我们宣告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 我们是义人 我们的道路就要如同义人的路 走在那个黎明直到正午的路当中 是越照越明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纪念 纪念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们每一次来领圣餐就是定进耶稣完成的工作 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经历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所经历到的 即便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到 或者是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属性 你就知道神一定会为你完成 神一定会为你完成 但是当然我们会想要问神说 神啊可不可以快一点完成 我等了好久 当然你当然可以祷告说 神啊你能快一点为我成就吗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接下来我们是收奉献的时间 那如果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用ATM的方式转账 所以其实这是非常方便的 你可以越初就执行 或是你是越中或是你是越末都可以 不一定要限在这个时刻 那如果你是在海外的弟兄姐妹的话 你刷卡比较方便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线上刷卡 那在我们的官网 我们还有一个QR Code 是可以用Apple Pay或是Google Pay的 对你来说如果那个比较方便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那个Google Pay跟Apple Pay的部分 因为它不像绿界 有比较清楚的让你留下姓名 住址电话联络的方式 所以请你还是要到我们的官网 在奉献那一页 有一个就是可以留下联络方式的 就是请你去那个Google表单填写 让我们知道 好让我们能够开立这个收据 让我们的每笔奉献都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都是用在神的家中 用在神的事工当中 感谢神让这个美好恩典的福音 能够传扬出去 不只是只有你跟我 能够听到这么棒的福音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 也可以能够听到这个恩典的福音 活在神的真自由里 Amen 好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恩待我们 谢谢你保守我们 只要你不只保守我们 你也保守我们的身心灵 使我们都活在那个自由里 活在那个丰盛里 只要依据我们真知道 我们丰盛有余 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带着我们的礼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也真知道 不是因为我们奉献你才祝福我们 乃是你已经先祝福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 有余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 能够有一个奉献的能力 带着我们的礼物来到神的家中 将这礼物献在神的面前 主我谢谢你 愿纳我们所有一切 不论我们有奉献 没奉献的弟兄姐妹 主我们知道你都恩待我们 你都爱我们 你都祝福我们 主谢谢你 让这奉献在神的家中 也能够被更多的 加倍的 让神的福音传扬出去 谢谢耶稣使用这些奉献 谢谢耶稣接纳我们的礼物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很快可以今天讲到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就是向你献上感谢 奉耶稣释放神的国 神的同在 神的光 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当中 主要你是以马内力的神 与我们同在的神 奉耶稣的名 今天神的国 完全降临在恩宠教会 无论在现场 主要在网务上听的 或未来听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在上海 或是在北京 是在台中 是在彰化 是在高雄 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台东 在台南都要蒙福 在花莲 在宜兰 都要蒙福 主要你圣灵的大能 继续地浇灌下来 奉耶稣明释放神的同灾 奉耶稣捆绑二者撒旦一切的势力 奉耶稣的名捆绑二者撒旦 任何一切搅扰跟攻击 奉神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要听见我们的瑞玛 就要给我们倾听耳 跟倾听的心 知道这个引导 就有一个声音对我们说 或向左或向右 这是正路当行在期间 谢谢你已经分别为生孩子口 跟孩子的心 祝福着你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耶稣你的话语 打开就发出亮光 你的话语生的美好亮光的出口 我们看见你的荣耀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奉神祷告 阿们 好 列王记下四章三十八节 大家请念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OK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 这个地方 然后又发生了饥荒 你会发现 什么以利沙也在发生饥荒 以利亚在发生饥荒 为什么 他们都是北国的人 北国是谁 北国是谁 北国就是以色列国 北国的王 每一个都是坏王 南国的王 还有几个好王 所以他们是北国的人 动不动发生饥荒 是战场的 因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 你要去拜你的暴风神 你要去拜你的火神 你要去拜你的什么神 那你就去发生饥荒 可是在饥荒之中 神会保护他的儿女 以色列是不是在荒年怎样 乞讨是不是 没有 乞讨有百倍的收入是不是 不是 以色列在荒年耕种 有百倍的收入 所以就算是荒年 你还是要耕种 没水啊 我干嘛要种 神叫你干嘛 你就干嘛吧 该做事就做吧 所以以色列在荒年 有百倍的收成 然后你仔细想想 在荒年的 在饥荒之年 你的一包米要卖多少钱 也许原本一包一百块 你卖一万块都可能 那个时候才没有 什么消费者保护法 对不对 所以在饥荒的时候 神也可以使你得丰盛 瘟疫的时候也是 无论你现在在哪个国家 在任何一个地区 因着饥荒的缘故 因着瘟疫的缘故 你可能有些辛苦 可是神真的可以引导你来改变 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合逻辑 但是如果真的清楚是神 一群人跟你一起查验 搞清楚了就去做 你要看见神迹 好 所以呢 上帝真的没有忘记他的儿女 然后呢 神还派了以利沙来行神迹 什么样的神迹呢 四章四十节请念 众人都喊叫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自食的毒物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以利沙叫他的仆人去煮汤给大家吃 结果 大家就中毒了 就是神派来的人 不是 神预先就知道这些人会中毒 就算不是以利沙的仆人弄的 反正他们会中毒啊 因为他们真的去查 在以色列有一种瓜 看起来好像蛮正常的 真的吃了会死人的瓜 然后呢 有可能是那个瓜啦 因为它饥荒嘛 有东西吃总比饿死好吧 结果毒死 好惨喔 所以神派以利沙来 做了奇妙的事情 看下一页 四章四十一节请念 以利沙说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所以以利沙呢 就决定做一个特别的事情 你去吃麻辣锅 有小辣中辣大辣 对不对 以利沙不一样 我要小读中读大读 来拿一点面来 王子面来下去煮一煮 方便面煮一煮 不是 你读到拿点面来 然后就把面撒在锅中 你会觉得好像 他就开始把面条丢下去 这个面是面粉 不是面条 你知道吗 语言是会成长的 会改变的 那个时候的面是面粉的意思 可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面条 所以你就自动脑补成面条 如果你第一次读这个经文 你看到拿点面来 把面撒在锅中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在煮那个面 的感觉 没有 这是面粉 OK好 然后我顺便跟大家讲 这就是人类 你本来就会脑补东西 因为人本来就是 你看到你读这个字 然后进去你的脑袋里 理性分析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图像记忆 然后连上面这个词是什么 然后你就解释成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会有恩典律法的混杂的 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 你的脑海里面已经被形塑成 只要这句话出现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 对你不爽 或者是上帝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求你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对不对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小时候的牧师就教我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是因为神在实际上已经爱我 所以我一定要去爱 这也没错 所以当你爱不下去 你就想神为你做那么多 你为神做了什么 这是这个解释也没有错 可是你今天从恩典的角度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没错我们要去爱 因为神已经爱我们 所以当我爱不下去的时候怎么样 回到神的爱 我爱不下去的时候 主啊我爱不下去 你来爱我吧 从神重新充电 你的手机会不会没电 会吧 手机没电怎么样 换一支 不是吧 谁那么凯 如果有这么凯的人 麻烦奉献在那里 每个礼拜丢一支进去 不用每个礼拜 两天就没电了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这句话解释 这是解释应用的问题吗 对不对 以前教你 你爱不下去是你的问题 神都为你做那么多了 现在告诉你 你爱不下去 不是你的问题 是回到那个爱的源头 从它得到爱 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 才有办法去爱自己 才有办法去爱你的配偶 爱你的家人 对不对 因为这个面 面一出来 你就想到面条啊 对不对 可是这个面 其实是面粉的意思 因为语言改变了 相同的看到一句 好像看似要求的话 你会主动的把它想成 这是神要求我 可是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真的可以解释成 我们要先从神得到爱 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啊 对不对 是不是很快就被 思想拦截了 对不对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这不就是你昨天吃麻辣锅的时候 的经验吗 面丢下去撒在那边煮一煮 对不对 好OK 所以以丽莎就把面粉丢下去了 然后倒出来给众人吃 锅中就没有毒了 你会发现一件事 并没有写众人有吃啊 没有啦 我问你啊 如果是以丽莎 以丽莎是你先知学校的校长 你是先知学校的员工 你刚才吃的时候 发现你没有毒 然后她拿来一件面粉下去 搅一搅的时候说 没毒来吃吧 敢不敢吃 敢不敢吃 我宁可被退学 我也不吃 她死在这里 命重要还是学位重要啊 对不对 结果呢 他们是真的有吃啦 就没事啊 他们真的就没有毒啊 因为她是以丽莎 这种事我也敢做 确定你是以丽莎 你先降个火来看看 或者是什么 我可能可以信你 对不对 好 之前她的师父以丽莎 在那个 在没东西吃的时候 去跟了一个穷人 穷寡妇说 你还有什么 她说我就只有 一点点面粉什么 准备回去 做个饼 跟我儿子吃完就死 以丽莎就说 你做饼给我吃吧 哇你好残忍喔 真的啊 这是事实啊 然后那个人真的也顺服 结果自从她这样做之后 整个丰盛就临到了她 所以呢 我真的在教会界 就看过这种东西 有人在台上 收奉献就说 你没有像 这个穷寡妇一样 把你所有的都丢出来 把你所有的都拿出来 这样你就会经历 财务的丰盛 我在心里想说 可以啊 只要你证明你是以丽莎 来降个火来啊 你证明你是以丽莎 我就做这件事啊 结果咧 没有啊 没有证明什么啊 你懂吗 我不是不能够 把我所有的一切交给神 没有问题 我本来就把我所有的一切交给神 问题就是 我不是交给你 你是交给神啊 神要我怎么用都怎么用啊 神要我好好照顾我家人 你知道吗 我之前 我们去听某个讲道 我跟现在的牧师 那时候我们还不是牧师 我们差点把我们的财产 都奉献给那个人 然后我们赶快问我们教会的牧师 我以前带的那个教会牧师说 他非常的不平安 他说这个不是重生来的 感谢主还好有他 不然 就被人家炸光了 真的有这种人 有很多人用金钱当得利的门道 没有智慧好不好 OK 所以郭忠就没有毒了 经历了一个神迹 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又验证了 耶稣要显出他真实的身份 所以你看在耶稣的时代 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应许 吃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就发生了 这几个大先知 以利亚 以利沙的神迹奇事 都发生在耶稣时候 耶稣出来印证他自己 你看之前以利沙 是不是让人家死而复活 耶稣是不是也显出 让人家死而复活 就是这样啊 好 四章四十二节的请念 有一个人 带着出手大麦做的饼 二十个 并心碎子装在口袋里 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OK 有一个人带着二十个饼来 然后呢 我们的神人以利沙就说 给大家吃 好 四章四十三节的请念 仆人说 这一点岂可百给一百人吃呢 以利沙说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简单说 他带了二十个饼来 这二十个饼不是很大的饼 不然应该够一百个人吃吧 这是小小的饼 然后呢 众人说 这二十个饼怎么够一百个人吃呢 然后以利沙说 你就是给大家吃 反正耶和华说还会剩 为什么 因为这一百个人刚好都吃饱 没有啦 在饥荒啦 OK 应该这样说 那个时候 在旧约其实有规定 如果你要带饼啊这些东西去献祭 有一些祭祀 跟这个有关的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北国已经没有了祭祀 所以他就去献给先知以利沙 OK 所以以利沙又行了一个神迹 让大家吃 然后请看下一页 四章四十四节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果然大家吃了之后 果然剩下 一百个人吃二十个小小的饼 居然剩下 你要知道 现代的社会 跟以前的社会不一样 你有没有看 以前的人吃白饭 有吃多多 有没有 一个很大的波 波这个词 不是碗 然后白饭满满的 然后一大堆白饭配一点小菜 然后吃很多的白饭 为什么 因为以前劳动力 或者是劳动量 是非常高的 你知道 好 随便举个例子 他说耶稣就吃完饭 就往哪里去了 那随便就十公里 你有捷运 有公车 你知道吗 台北每 差不多五百公尺 就应该有一个捷运站 他尽可能要做到这点 但没有完全做到 最好在市区 你随便往哪个方向走 一公里内一定会碰到捷运站 市区 不用一公里 五百公尺很可能就会碰到 人家是随便吃完饭 就去走个十公里耶 懂我意思吗 那来回就二十公里了耶 所以他们才要吃那么多的饭啊 那相同的饼 好 现在一块大的葱油饼 可能够五个人吃喔 女孩子吃一小片就够了嘛 对不对 我可能要吃半张 每一个人不一样 干嘛笑喔 有什么不对 好啦 好啦 不对啦 好啦 没关系 可是那个年代是每一个人 都要吃很多的淀粉 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了解 二十个饼一百个人是吃不够的 可是还是经历了一个神迹 你会发现 又很像耶稣的时候 显出来的什么 五饼二鱼的神迹 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 所以耶稣不断在显出 祂是祭司 君王跟先知 三合一的身份 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份 顶多两个 大卫是君王 然后又有一点算祭司 因为他有去献祭 但是 没关系 其他的君王去献祭出事 大卫却去大卫的帐目去敬拜 那另外一回事 可是耶稣是先知 祭司跟君王 三个都有 这是我们的主 OK好 所以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就吃了 果然还剩下 所以又发生 又发生一个神迹 神不断的记下 以利莎的神迹 为什么 因为他有双倍的恩膏 双倍的祝福 所以他的神迹量真的蛮多的 好 到了五章一节 来 列王记下五章一节 请念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蜂 好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色列的敌国叫做亚兰 亚兰国的元帅 可能就是应该是最大的元帅 好 应该可能只有一个元帅 通常用这个词 好 这个元帅叫做乃曼 然后呢 简单说 他是一个什么大能勇士 总要是他得了大麻蜂 我可以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大麻蜂 不一定是现在定义的麻蜂或大麻蜂 有可能是某一种皮肤病 但也有可能是大麻蜂 就是你要知道 那个年代的词跟现在的词真的不一样 第一 我们的合合本翻译 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个时候翻译那个时候的语言 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就很像我们讲过痔瘡精痔瘡 有没有 痔瘡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固定患部的痔瘡 那个时候的痔瘡意思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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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在哪里都叫痔瘡 所以脸上是可以得痔瘡的 他们 我不会 懂我的意思吗 这边写的大麻蜂 不一定是你认为得的麻蜂 但是反正就是某一种严重的皮肤病 但也有可能是 好 五庄二姐请念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国卤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亚兰人啊打仗啊 就去打以色列嘛 北国以色列 然后就卤了一个小女子 就是可能一个小女孩 或是一个女生就对了 好 OK 然后这女生就服侍乃曼的妻 乃曼的太太 所以你知道乃曼的太太是谁吗 大家叫她什么 叫她奶妈 为什么 你想一下 乃曼的太太 带她小朋友去上贵族学校 然后她的同学会叫她什么 奶妈妈 简称奶妈 好啦 这是一个笑点 OK 开玩笑 这样比较好记 奶曼是名字 她姓什么我不确定 因为我印象没写 她搞不好姓奶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有人姓奶 真的有 你知道吗 什么姓都有 一些很怪的姓都有 真的 好 但是我确定她妈妈不叫做奶妈妈 也不叫奶妈 但是这样比较好记 所以呢 这个小婢女呢 小婢女呢 就跟奶妈说 欸 你去跟你老公说啦 说什么 请看下一页 好 五章三节请念 她对祖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萨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 OK好 她对祖母说 欸 祖母 为什么要对阿嬷说呢 不是 这个祖母是 有主人有祖母 可是你知道祖母是主人的母亲吗 不是 是主人的老婆 懂吗 自己要看懂一些不同的意思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知道吗 台湾的用词 跟大陆地区的用词 不大一样是这样的 就是 比如说 小民娶媳妇 在台湾的意思就是 小民他们 他的儿子娶了太太 对不对 这是台湾用 小民娶媳妇就是 在台湾的意思是 小民的儿子娶了太太 可是在大陆一些地方的用法是 小民娶太太 媳妇这个词是 在大陆是 小民娶媳妇可以是 小民娶太太 所以他们的词 他们用法叫 小民娶儿媳妇 儿媳妇 儿媳妇 要前面加儿 可是我们台湾用法 媳妇就是 媳妇就是 媳妇就是儿子的太太 懂吗 所以我上次举一个例子 有人听不懂 为什么牧师举的例子乱轮 没有 那个媳妇就是 台湾用法就是 儿媳妇的意思 好 OK 自己要夹 OK 所以你要知道 主母不是主人的奶奶 也不是主人的妈妈 是主人的老婆 所以呢 这个小妇人就对奶妈 不对 对主母说 巴不得主人奶曼去见 撒玛利亚的先知 就一定能够自好她的大麻疯 OK 撒玛利亚是首都 是以色列国的首都 然后呢 你知道我们以利沙的 这些神迹 传遍到一个小小的 被掳走的小女孩 都知道 有一个很厉害的先知 在撒玛利亚 他可能不晓他叫什么名字 他只知道 我们那个先知超厉害 你去找他一定可以自好 一个小女孩 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信心 这个小女孩小小的信心 改变了整个国际政治 你真的可能觉得你没什么 但是这个 我相信奶曼跟她的太太 应该对这个小女孩蛮好的 虽然她是被掳去的奴隶 可是呢 显然她这个小女孩 她小女孩也可以不讲话 得麻疯 每次虐待我 喜贺 喜贺 可能是这样嘛 喜贺是台语 就是死一死比较好 但是呢 她却主动说 你去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先知 很厉害 所以显然这个奶曼 基本上应该是一个 最少对自己家里人还不错的 所以事事难预料 对人要更好 这好像是广告词 你真的不知道哪一个 你根本不知道 你人生的贵人是谁 这样说好了 搞不好是楼下的管理员 一个真实故事 小明 小明是女生 小明她每天去上班 她在一个冷冻柜工厂上班 然后她每天上班都会跟管理员打招呼 下班都会跟她聊一下才走 有一次小明就检查测试冷冻柜之类的 然后就被关在里头 然后所有人都走了 她死定了 然后她就想说她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 人生人生人生 那一刻突然管理员来把门打开 然后把她救出来 她会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她说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只知道每天上班下班 你都会来跟我讲话 你今天没跟我讲话 所以一定出事了 我来看一看 对啊 真的是这样 这是真实故事 虽然不一定是冷冻柜工厂 反正那个人被困在冷冻柜 是这样的 你根本不晓得你常常 你只是善意 你可能觉得那个北北在那边 你跟他聊一下天 你知道管理员很无聊吗 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很无聊很辛苦 无聊到都在追剧打电动了 真的 是这样啊 那你跟他讲讲话 人都想要跟他讲话 但是他每天也不晓得跟谁讲话 你跟他讲讲话 没有人都救了你的性命 就这样 所以事事难于了 对人要更好 好啦 又来了广告词 就这样 你真的不晓得这个小女子 她的一个小小的话 却改变了整个 以色列跟亚兰 光这句话 最后少打了多少仗 少死了多少人 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智慧 第一你对别人好 第二 你要知道你不是小小的 神只要使用 一点点你也可以变成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强大 被神所使用 OK好 所以呢 乃曼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请看下一页 好五章四前 乃曼就去告诉他的主人 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其实这也是需要信心 那关系应该不错的是 乃曼也不是 但他可以爬到这种位置的人 我跟你说 有些人可能会有些错误的想法 觉得以前人都很笨 现在人很聪明 没这回事 以前人比你落后是因为累积 你懂吗 累积起来 我们人类的东西是累积 累积 累积起来的 不是他们比较笨 他们好笨 都用 都用锣 都用马来做马车 他们为什么不开汽车 你这样想你才笨 那是因为慢慢累积起来的 才有这些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以前人跟你一样聪明 甚至比你更聪明 只是他没有那么多 累积起来的科技 了解吗 真的 所以乃曼能够爬到 大元帅的位置 他绝对不是笨蛋 就算你很会打仗 但是你很笨 你还是不会爬到这个位置 懂吗 国王是白痴 搞不好国王是白痴 国王是白痴 还是可能当国王 是因为那是靠血缘来的 可是 国王的爸爸 又不是白痴 搞不好他也是白痴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当王呢 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 很棒的头头 没有 他们的 创建国家 那个人总不是笨蛋吧 不然很难创建国家吧 他刚好遇到 也是有 可是应该不容易 不要再想这些奇怪 好 你在那么多王子里面 选一个当国王 最少 不会最笨吧 都很笨 也可以 矮子里面挑高的 也可以 但是 简单叫做你去看他们的行为 这个国王也不笨 然后国王选的乃曼也不笨 然后乃曼居然去相信 一个小小的仆人说 这个病跑去找以色列 我们的敌人的先知会好 他选择相信 为什么 显然 这个人关系不错 而且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见证 这也是为什么 恩总教会希望大家 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卓越 你知道吗 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 没有办法有上帝的 显出上帝的卓越的话 很多时候 人家并不想要听你的信息 对不对 请问一下 奥运得金牌 是不是大家就访问他 奥运没得名的 有人访问他吗 有人访问 也没什么镜头 上次看 第一名的站中间 银牌站这边 铜牌站那边 然后没牌的根本没有站在上面 对啊 你还是要在你的工作上卓越 才能够为神做见证 但是你就要没有为神做见证 神还是爱你 所以你需要做好你的工作 但是不是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 你不是基督徒 你人就是基督徒 只是我们不烦你而已 你也不要烦我 我们周间也很忙 OK好 你做好你的工作 然后在那里面寻求神的智慧 然后荣耀上帝的命 但是如果周间有什么活动 还是欢迎参加 OK好 所以呢 乃曼他显然这个仆人 也是关系良好 而且有一定程度的见证 所以他相信他的话 懂吗 好 所以你还是要做好你的工作 就算这个人是被辱去的奴隶 他还是做好他的工作 还多做一点点 改变了国际政治 请看下一页 五章五节 亚兰王就说了这个话 请念 亚兰王说 你可以去 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代因子十他连德 金子六千社克勒 一赏十套 就去了 你知道读河本很多时候都没有读到味道 是因为这些单位 十他连德 六千社克勒 一赏十套 我唯一懂的是一赏十套 没错对不对 好我先告诉你 其实如果你直接算重量也可以 可是你要看购买力 他带的东西 你觉得他带的是大礼还是小礼 这个礼物很大 有多大 我们看同时代的土地价格来看 你就会觉得很大 记得你看他带的银子金子跟一赏 你现在记下银子十他连德 有十个他连德 他连德多钟 等一下告诉你 但是他带了光银子就十他连德 请看下一页 好列王纪上十六章二十四节请念 按利用二他连德银子 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 在山上造成 两个他连德的银子 两他连德的银子 就可以买一座山 撒玛利亚这座城建在撒玛利亚山上 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原主 原来的主人叫撒玛 所以才叫撒玛利亚 真的是这样 好 所以他就用原来的主人的名字 取那个地方叫撒玛利亚 两他连德就可以买一座山 他带了十他连德光银子 他就带了五座山的价值去 请看下一页 银子十他连德就可以带五座山 银子十他连德大概多重 大概三百四十公斤 你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 很多啦没有太多 好啦银子三百四十公斤 不是公克喔 三百四十公斤 但是那个时候 两他连德 就可以买一座山 土地好便宜喔 对啦对啦 好OK 银子六千社克勒 大概是六七十公斤 黄金六七十公斤 现在一公斤大概是一百五十万台币 对对对 所以光金只就差不多一亿台币了 然后银子是五座山的等级 然后带十套衣服 你不觉得训调 前面两个都超大 你衣服是多了不起 十套衣服 你要了解那个年代衣服很贵 那个年代衣服很贵 贵到过了一千年以后 衣服还是很贵 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衣服 你要想喔 大家记不记得他们的年纠 他们抽签去抽耶稣的礼衣跟外衣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耶稣是先被鞭打 打完再穿上原来的衣服 背着十字架 当然有人帮他 然后上去全部沾满了血那个衣服 然后大家还要抽签抽他的 因为他的内衣 他里面的衣服是整块布缝起来 是高级品 所以耶稣基本上过得蛮好 他穿得很好 衣服很贵 可以跟这个几亿的 上亿的金子 跟买五座山的银子并立 衣服是很贵的喔 不是什么Zara Jodano 对啊 你把它想成最少最少是设计家款的 而且是顶级的设计师款的定做服装这个概念 OK好 所以他就带了很高级的礼物去囉 好五章六节请念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 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疯 亚兰王就跟以色列王写了一个信说 我派我的仆人 我的大元帅 乃曼去见你喔 你接到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疯 蛤 什么 我接到你的信就要治好他的麻疯 我又不是医生 我又不是神 怎么会这样 你会发现亚兰国他这么的强盛 压迫以色列是这种命令态度 他不是说用国与国的外交礼仪 没有 他就是命令他 你给我治好他 还有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是这样 他们听说撒玛利亚的先知 因为无论是亚兰国或者是其他的外邦 他们都认为先知是服在国王之下的 所以他知道他们要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 可是他不表示先知是谁 他想反正我找了头就好了 找以色列王 我跟你说我派人过去你就给我一毫 因为他以为这个先知是听以色列王的 一般而言都是 你记不记得以色列王之前养了400个亚瑟拉的先知 应该说是耶喜别养了400个亚瑟拉的先知 然后他的爸爸亚哈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 这些巴利的先知 亚瑟拉的先知是真的听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的那个信仰是交换 问题是我们的神不是交换的神 他无条件的给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们不懂他们以为是国王说了算 这先知根本可以不鸟国王 真的 所以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来控制神的国神的家 不是你奉献多你比较了不起 或是你奉献少你比较轻 重要的事情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接到这个信就要自豪地带麻风 这句话意思是 亚兰王觉得我控制你以色列王 因为我想打你就打你 因为以色列被亚兰打 其实蛮惨的 OK 然后他又以为以色列王可以直接控制那个先知 可是这边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等一下看就知道 请看一下一眼 五章七节 以色列王看了果然撕裂衣服说 你现在要懂了 撕裂衣服很贵的 对 就是很愤怒或悲哀 或者是生气的撕裂衣服 你想你买那种十几万二十万的衣服 就把它撕裂了 然后他说我哪里是神 我能够死人死死人活 对 他倒是蛮清楚知道的 跟我们反应一样 对不对 他说我信一到你就给我医好 他说你以我谁 对 我没独医学院 就算我独医学院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大麻风 对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然后呢 他就说他居然 这个亚兰王居然打发人 叫我自大麻风 我是能怎样 我又不会 他一定是故意找理由攻击我们 真的 那时候出事要有名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什么 两个国家打仗 然后就会说 我士兵被你抓走了 或者是什么 找一个理由 然后你就可以打人家 他就说你一定找理由要打我 这个时候呢 显然以色列王知道 他真的不能控制先知 对不对 他没有想到说 叫那伊丽莎去挡一下 没有啊 可是我跟你讲 伊丽莎其实应该这样说 伊丽莎早就在这个 这个王应该是约兰王 伊丽莎王 就是雅哈的日子 约兰王前面显出神迹了 他们去打 上次就是去打他们其他敌人 摩押的时候 他们不是都没水喝 然后伊丽莎 让他们没水喝便有水喝 还透过那个水杀光敌人 如果不要再讲什么 请看上回分解 没有人这样讲的 自己去看影片 好 OK 所以这人何以寻细攻击我 他觉得你根本搞我嘛 对不对 好 请看下一页 所以伊丽莎就听见 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说 衣服很贵 干嘛要这样 你为什么撕裂了衣服呢 没有啦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你只看这样 你真的会以为他在腾行那衣服 不是的 请看下一页 五章八节后面是说 你要让人家知道 以色列有先知 更重要的是 你让人家知道 以色列是有真神的 就算你们没有真心的拜 还是神不离不弃的 你要让他知道 以色列是有先知的 OK 所以以色列就救了他 不然真的又要打仗 OK 请看下一页 好 所以乃曼就带着车马 到了以色列的家 站在门前 如果你有兴趣 你想要查经 你就会发现 车是单数 马是负数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两只马或四只马 拉一台车 对啊 所以它是 意思就是你可以想像 你透过这些单数附数 你可以想像 乃曼不是带着大军 或者是浩浩荡荡的 几百个人来 就一台 一台你把他想马车好 比较好想 一台马车 两匹马或四匹马 顶多五个人十个人吧 再加一些侍卫没有马 就在旁边这样 可能十几个人去吧 最多是这样 因为它是 这个是比较轻装变形的 就是那种 微服出群的概念 他是 旁边的亚兰国的二号人物 对 是很强大 而且是有军权的 OK 所以你看 乃曼带着车马 光这个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他在干嘛 所以他就是 比较 微服出群的概念 到以丽莎的家 站在门前 他还是知道他要尊重神的 站在门前 不是把他围起来 叫那个圈子出来 赶快给我一号 没有啊 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他们知道灵界 他们知道要尊重的 好 请看下一页 可是我们以丽莎 以丽莎是一个懂得政治的人 她之前还可以帮书念的妇人 跟王跟元帅求东西 以丽莎却打发一个使者 意思是以丽莎不亲自接待 今天你奶曼已经以礼相待 在门外等 可是以丽莎却不出去亲自接待 以丽莎叫一个小弟出去 说你跟那个奶曼说 你老婆叫奶妈 不是啊 没有 回来 对不起 好 你对那个奶曼说 叫她去约旦河洗七次 她就恢复了 她知道约旦河的水吗 我们先看下一页 五章十一节 请 奶曼却发怒走了 说 我想她必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叶华她神的名 在患处椅上摇手 治好这大麻风 大麻士格的河 雅巴拿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 以丽莎故意不出来接待奶曼 教一个小弟叫她说 你去洗约旦河 你知道吗 有去查刚才提到的这两个 有念到的这两个河 大麻士格那两个河的水 真的比较清澈 比较好 约旦河很多时候是浑浊的 如果上次有去跟我们去以色列的人 我们有去一个地方受洗 那基本上就是泥巴水 它基本上就是泥巴水 其实大家都觉得 约旦河是不是很宽阔很大 很荣耀什么的 抱歉 小小一条溪 就这样 特别是最近的水量更少 所以就很泥巴水 所以奶曼就很生气 当然其实 以丽莎有一点故意激奶曼 因为她 奶曼也是磕磕气气 站在外面等你 你最少出去接见一下 所以她还说 我想她必定出来见我 我是谁 我大元帅 我没有把你围起来 我没有杀你 我们对王都那个态度 我对你先知也算尊重了 我想她必定出来见我 然后呢 站着求告她的神耶和华的名 你看她现在称耶和华是她的神 然后在我换处上咬手 天叮叮地叮叮 对不对 然后治好这大麻风 或者就是要做一些那种 他们认为那种 祭司要先知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结果你叫我去洗个澡 我不是每天都在洗澡 我在家里也洗澡 你叫我去洗 而且洗那个脏水 你们约旦盒算什么 我们那个盒 才是真的比较好的 你最少出来见我一下 然后帮我做一些很属灵 很了不起的事 是啊 结果你居然说叫我去洗个澡 那你不能不写封信 叫我洗就好了 你干嘛要叫我跑那么远 对不对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十二节 他就说这两条河 岂不是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都更好吗 所以他就很生气的要走了 其实以利沙有点故意激他 为什么 因为 这样子 他在这个情绪里面 他才能够看见 原来神真的介入 而且看到自己的不足 他差点就失去这个祝福 请看下一页 五章十三节 他有一个仆人就对他说 我父啊 所以显然这个乃曼 应该是一个对仆人不错的 你看那个小女子 会跟他讲这个情报 这个仆人应该不同人 因为这是男的 然后对他说 我的父啊 他是 他好像 他们对待仆人可能 都很像对孩子那么好 他就说 如果现在叫你去做一件大事 他叫你爬去 他叫你爬上昆仑山去拿天山雪帘 你应该也愿意去吧 对不对 但是题目就来了 为什么昆仑山上有天山雪帘 为什么不叫昆仑山雪帘 好啦 真的啊 这是一个问题啊 天山雪帘应该长在天山 天山雪帘上面 天山长在昆仑山顶 为什么叫做天山雪帘呢 对不对 好回来了 如果去昆仑山去拿天山雪帘 你也愿意吧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件小事呢 试试看嘛 反正都来了 机票那么贵 不是啦 对不对 就这样对不对 还好这个仆人劝他 因为他一个大元帅 而且相信你打仗 打仗很那种 骁勇的人 很勇武的人 基本上那个至尊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 还好这个仆人劝他 还有他平常对人好 所以 事事难预料 对人要更好 好啦 就大家只记得这句话 OK啦 其实真的啦 我们真的不晓得神要怎么祝福人 所以我们有智慧的 弱势能行 总要精力与众人和睦 然后爱人如己 OK好 所以你看 就算做一件大事 你一定愿意做 结果小事你反而不愿意去做 因为别人激怒你了 其实以利沙让她看见这个点 所以她就去做了 请看下一页 因为时间关系我讲 五章十四节 乃曼就只好就傻 算了算了 你都跟我讲 她就真的去洗 所以肉就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 所有的广告 不是像婴儿一般的肌肤 对不对 这个概念 姐妹们比较有梗 有感觉 如果什么东西真的差 让你恢复婴儿一般的肌肤 拜托你贷款卖肾都去买好不好 不要了肾更重要了好不好 OK好 皮肤跟肾我们选肾好不好 肾有两颗皮肤就有一个 不要这样 之前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很令人难过 大陆有一个人 他为了买那时候最新的iPad 就卖一个肾 现在 他光更新iOS就当机了 他的肾只剩一个 真的 后来有去访问这个人 所以真的要知道 永恒神创造的才是好的 对不对 复原好像小孩子肉 是很好 你祷告就好了 不要卖肾好不好 好 复原好像小孩子肉 所以他就去 他就得洁净 先知故意激怒他 让他看到他生命的东西 然后神再摸着他 他就可以被改变 很多时候神许可一些不好的事 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见那个点 你看下一页 五朝十五节 乃曼就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说 如今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算了我要先把 我知道唱出来才知道梗 对不对 好失败喔 真是的 好对不起 梗没想好 因为我根本没想这个梗 圣灵感动我唱 好了 好了 没有 搞不好是啊 谁知道 好OK 南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面前那里 然后呢 骂他吗 没有 他真心的悔改 知道 他怎么样 请看 他说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没有神 他原本是一个 拜很多神的 隔壁非常强大的国家的二号人物 而且 他今天带那么多礼物来 代表他有钱有势有能力 然后你居然不接待我 不亲自接见我 叫我去洗那个水沟水 这个概念 然后呢 没想到 好了我试试看 一洗 真的好了 他整个心 整个降伏下来 在这个点神得到他了 所以上帝有些时候用激将法做一些事 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没有神 你看他原本称 他会在伊和华 他的神前面帮我摇摇手 如果是这样 伊好好了我礼物给你结束 没有啊 虽然礼物非常值钱 可是你看请看下一页 5章16节他要送礼物 伊丽莎说什么 我必不受 乃曼再三求他 他也不受 伊丽莎难道不晓得 340公斤的银子 670公斤的金子 不是好像 你结婚那个小小的那个好不好 还是你结婚也300多公斤 有的话叫一声 你懂我意思吗 一定是 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 就是几百公斤其实是很多的 你知道有多多吗 我是没看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多 反正很多就对 好OK 所以伊丽莎却说 我必不受 其实不是不能受 不是不能受 你想不想受 想受 我好想受啊主 所以伊丽莎很胖 因为我必不受 不是啊主 语言是会成长 而且同音 同音就那个OK 他就指着神说 我不受 为什么 因为今天伊丽莎要得到乃曼的灵魂 透过乃曼改变这个国家 透过乃曼阻止这个战争 比这个更重要 神的心意 神显然叫伊丽莎不要收 伊丽莎不是从来都不收的 之前其他有一些礼物献祭她是收的 你去看前面的故事 乃曼一直求她 她就是不收 好再看下一页 5章17节 乃曼说如果你不肯受 你不肯受这个东西 不是你不肯受下来 好如果你不肯收这些礼物的话 最少让我用螺子驼土 两个螺子驼一堆土回去吧 对这个字念驼 还有另外的读音 好没关系就是驼就对 好OK 两个螺子驼了土回去 为什么他喜欢以色列的土呢 不是他喜欢以色列的土 他喜欢以色列的神 以前的人认为 但他对神的了解 可能还在他以前的经验 所以他会用这个词 就是因为以前的土 以前的神跟那个土地有关 黄天厚土那个概念 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土 才能够连结以色列的神 他不晓以色列的神 其实不是以色列的神而已 是全地的神 所以他就用他的原则 没关系的 而且你看 因为他拿这个土 才能够建祭坛 仆人必不再将 凡祭跟平安祭 献给别人 只献给耶和华 所以他决定 跟从独一的神 然后他要建祭坛 跟从神 从一个很骄傲很了不起的大人物 到服下来跟从神 为什么 因为神有他的计策跟方法 如果那个时候以利撒出去 你好啊大元帅啊 然后呢 收了礼物结束 收了礼物结束又怎么样 你怎么救这个国家 你怎么救人民呢 对不对 所以他不收礼物 所以他就感受到 这个真的不一样耶 以前我们在我们以前国家 拜那些什么灵门 灵门是他们的神 好 然后呢 好等等的 他们都要收礼物 这个人居然不收 然后还这个神迹 这个神一定是真神 这个神果然神 OK好 所以啊 凡祭跟平安祭 他就要献祭给神 他就要认神是独一的真神 很棒啊 他改变生命了 请看下一页 五章十八节 我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 我的主人 我的亚兰王 他进灵门庙 灵门就是那个神 叩拜的时候 我用手掺他在灵门庙 我也屈身 OK好 然后啊 我读到这个经文 我会觉得 其实还好嘛 我的主人 他是进灵门庙叩拜 我只是扶他 所以我屈身 应该不是大问题嘛 对不对 结果去查原文 我跟你讲 这叫做翻译的问题 翻译的问题 叩拜跟屈身是同一个字 他的意思是 我的主人去灵门庙 拜的时候 我也去拜 五章十八节的后面 我在灵门庙 屈身这个字 其实就是叩拜 你去看这个字 全部 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 都翻 敬拜 只有这个地方 为了乃曼的 已经信主 用给他翻译 改成屈身 可是这是错误的翻译 他真的意思就是我拜 真的是 他的意思 这整个经文里面 三 无论是叩拜或屈身 其实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 他说愿耶华饶恕我 然后以利沙说 不行你拜的时候 你就会得大麻风回去 一般来说律法会这样说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以利沙他们是不是在律法之下 是啊 这是律法时代 好 五章十九节 请看下一页 以利沙对他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南曼就离开他去了 好奇怪 怎么会这样 好 五章十八节第一页 我主人拜的时候 我也拜 他们的神叫做灵门 他很喜欢踢足球 人称灵门一脚 听不懂算了 好 这样比较好记 那个神叫灵门 只是刚好拼音是这样 他们去拜这个灵门 也就是暴风神 就是雷神索尔 这样想比较快 就是风暴之神 真的 那个的概念都差不多 都很像 那几个神只是不同地方 换不同名字 换来换去而已 灵门就是你把它 就去拜雷神索尔就对了 男神 对不对 我主人去拜雷神索尔的时候 我也拜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雷神索尔 喜欢踢足球 叫灵门一脚 这样就比较好记 好 他叫灵门 好 OK 所以呢 其实他真的说我要拜 但是我的 我只是做个动作 你知道吗 因为毕竟 如果王拜你不拜 王在拜你站着 谋反啊 拖出去窄了 对不对 所以好 下一页 他才特别说 我在灵门庙 我在雷神所有的庙的前面 敬拜这件事情 我不是敬拜了 你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动作的词 就是 朴福 我在灵门庙 朴福这件事 你可以翻朴福 可是屈身 好像只是公一下 没有 就是朴福 愿耶和华饶恕 因为你的王朴福 你不朴福 你就谋反啊 对不对 所以他只好朴福 可是 我们再看五章十九节 好 可是以利沙却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为什么 所以从这里看到 即便在律法时代 神看重的是心 神看重的是心 我并不是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去拜偶像 我并不是告诉你 你可以去做任何犯罪的行为 可是在一些极端的状况之下 像乃曼这种状况之下 以利沙对她说 你平安安的回去吧 我并不认为以利沙妥协了 真理 因为以利沙是一个旧约的先知 她不能妥协真理的 可是 其实前面乃曼说的话 很明显的在表达 她真的只认耶和华是独一真神 她还要 在也许在她家或在哪里 弄一个祭坛 然后敬拜耶和华 所以 我并不是在告诉你可以去做 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你的心 以北国以色列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用嘴唇敬拜神 心却远离神 神宁可要乃曼真心的敬拜她 外在行为 偶而因为各种大型政治因素不得不 一年可能就一次 以利沙并不见得同意这个行为 可是她知道我接受的是她的心 所以南曼就离开她去了 但后面有别的情节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讲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也许我们生命中有些软或有些压力 你其实不可能完全 这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 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完全的人 这个想法就不完全了 懂吗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 这样说 我问你 你这辈子是从来没说过谎 如果你说对 我从来没说过 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乃曼在他的状况之下 他真实带到神的面前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生命中有一些事情 你生不由己 我了解 真的你生不由己 他真的是真正的生不由己 你不做就是杀生之祸 当然如果你可以像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萨德拉米撒 亚伯尼哥 说我就是不禁拜金像 他们也可以说 他们也可以说 那个乃曼当初有拜 可是心对耶和华 他的心是对耶和华 所以萨德拉米撒 亚伯尼哥 也可以拜尼布贾尼撒的金像 说我的心是对耶和华 可是他们就是说我就是不拜 即或不然 就算我知道神一定会救我 神一定会救我的 可是就算他不救我 我还是不拜 我就是要敬拜耶和华 这个叫做得胜的生命 可是南半刚信主 他叫怎样 他最早心向神 神更重要的是他的心 你一开始他就是做不到 他就是没有成长 他就现阶段 他还没开始成长 他是对神真心 那没办法 政治因素他就是只好匍匐 我们并没有 我们并不是像和尔本的翻译 把那个字改屈生 然后想要说 啊 这样子好像可以比较通 没有 匍匐就是匍匐 他就是对那个偶像匍匐 这是事实 圣经上用的词就是这样 但是又怎么样呢 神的恩典嘛 对不对 有一天南半可能成长到一步 就是我就算失去元帅的身份 我就算可能被当成模仿 我也不敬拜灵门 可是一开始 你不要有选择那么高嘛 生命会成长啊 好 那他多久会成长 搞不好他这辈子都没胜过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他搞不好这辈子 他根本没有机会胜过这个问题 可是又怎么样呢 神还是怜悯他 爱他啊 但是若是可行 我们当然是过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 急或不然我仍信靠他 我就是不敬拜假神 但是就算你软弱 神还是爱你啊 让我把眼睛闭起来了 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首先知道我们核心身份 我们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女儿 神的孩子就永远被神所爱 你的孩子软弱犯罪做错了 也许你会管教他 可是你永远爱他 上帝更是如此 上帝先要了解你 先要得着你的心 然后你可以因着他对你的爱 因着他的爱你成长越来越大 然后有一天你可以有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 急或不然我仍信靠他 然后得着美好的奖赏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奉耶稣们祷告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重新以来念一次 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奉拿撒人耶稣基督之名 我释放上帝医治大能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已经得了医治 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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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已经得医治 主要 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事情 主要你用生命界二十八章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 是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拘手不拘尾 在上不在下 主要 我们身处所下 身所生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家人 都蒙福 主要你操自来做奇妙的事情 让我们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做对的事 不要让我们在这疫情的年代 去错的地方 遇见错误的人 碰到错误的事情 主要保守我们 我们宣告白日 太阳不伤我们 夜间月亮不害我们 主要五件灭与毒病 跟那个恨性的瘟疫 都不能伤害我们 主要你祝福我们 使我们 身所生身处处下都蒙福 主要使我们电脑上传下载 手机上传下载 我们列印的 我们签名的 我们所交的报告各样的事情 都蒙福 你超自然来做奇妙的事情 让我们经历 你超自然的祝福 主要我们看到 今天乃曼那个生命 突然间 他看到自己的软弱 然后翻转 我们生命中 也要有一些点被神 突然间的翻转过来 然后得着那个超自然 你继续来做奇妙的事情 主要你继续的使我们经历 身体的医治 心理的医治 关系的医治 全方位的医治 医治我们跟你的关系 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 更多的懂得神的心意 察验和会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来 圣年感动和交通 照与众与众与众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喔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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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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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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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